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 欢迎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慧 这一则呢 其实很像是在回应我们上一则 提出来的所有的问题 就是现在大家对于 执政党未来的规划 觉得他应该要去着重的面向 然后就有一个房产专家 他就有提出一些他的观点 像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选后房市专家表示 打房政策将大转弯 总统与立委选举终于落幕 执政党在三角都竞争优势下继续执政 为立委三党不过半 未来的政策制定在朝小野大的局面下 是必要透过政党协商 针对大选后局势对全台房市走势影响 房市趋势专家 预测新政府将有三手四变政策 以及房市产生五种结局的影响 三手包括了保守控管房产市场 延续蔡英文补贴政策 持续对预售财进转的约束 另外四变则是包括了打房政策大转弯 居住正义大变革 住宅政策大翻修 区域资源分配大调整等四大变革 专家指出此次大选的结果 执政党虽继续执政 但立愿三党不过半 朝小野大将会影响整个财经政策的发展 依照赖清德总统过去不轻易妥协的个性 恐怕会引来政策推动不易的内忧 加上两岸关系持续恶化的外患 政经局势将有一段内忧外患的不稳定局面 另一方面此次大选的结果 执政党在年轻选票上大幅流失 居住不正义 民怨持续升高 住宅政策彻底失败 人谋不脏 将是未来新政府必须要大幅改革调整的重心 专家也指出 预期赖政府也会致力检讨房价高涨的民怨 所在与年轻人选票大幅流失的主因 预料新政府对房产政策也会有四项重大变革 包括了 打房政策大转弯 居住正义大变革 住宅政策大翻修 区域资源分配大调整等四大变革 第一个打房政策大转弯 蔡英文后四年任内是历年总统打房最平凡的一届 也是最无效的一届 完全抓不住高房价核心问题所在 各部会真攻打房 乱见齐发 毫无章法 当然成效有限 而打房很招 禁止预售转售 也只是暂时压制 短线投资 若无有效长线政策 恐怕不利防市长期发展 因此 蔡政府的打房政策将会受新政府深度的盘点与检讨 寻求政策彻底改善的方针 第二点 居住正义大变革 年轻人买不起房 租不起房 成为高明院所在 也是年轻人选票大幅流失的祸口 新政府若想继续执政八年 势必费尽全力 在年轻人居住正义上提出大力的变革 除补贴政策外 租赁黑市与政策的败坏不能视而不见 社宅数量的实质性增加 绝不能依照蔡英文的包租贷管政策 把补贴政策 鱼木混珠充当社宅数量政绩 虚伪造假的政绩 年轻人当然一点感受都没 这也是选票大幅流失的主因 新政府应引以为鉴 第三点 住宅政策大翻修 炒作是果不是因 房价高才会有炒作市场 抑制房价不能依赖打草房政策 要从国土规划 交通建设 扩大都会 广建设宅 税制革新 等五大核心因素着手 因此在政府的住宅政策 若不从根本核心因素着手大翻修 只求短线抑制措施 势必仍然会公败垂成 最后一点 区域资源分配大调整 过去国民党 政府纵北侵南政策 导致南北建设失衡 也形成着水溪以南 绿油油的一片政治版图 而这四年来 海商回流与科技产业链难移 造就南北差距缩小 但执政党仍然无法摆脱 自成选票的方价 因此如何合理分配区域资源 重视均衡区域发展 摆脱重南或重北 甚至青东与忽略 离岛建设的传统治国观念 才能开拓全台更多选民的青睐 这一条新闻 我觉得这个专家李同龙先生 我觉得他对于房市的观察 他一直对房市都很有 他自己的见解 但他这条新闻 我感觉他好像是在检讨 他这次选举 这个只有事成的原因 看起来很像是这样子 就是对于一些他们之前 所做的打炒房的一些政策 不管是平均地权条例 还是囤房税 他说都有打 但是都是没有效的 就原因还是归咎于 他这个时间点不对 他打的那个时间点不对 不一定是政策的问题 而是实施的这个时间性的问题 现在选举的结果是 民进党继续执政 这个他能不能在这个 房市的政策上面 改善时间这件事情呢 或许改善之后会有改变吧 这礼拜没有办法 因为选后第一周 所有新闻大概 都会跟政治扯到一点点关系 这个前理事长他提到的 这个几个点 的确是在检讨目前 民进党政府 为什么选票大流失 那在住宅政策的部分 他觉得没有做好的地方 当然包含一开始 蔡英文上任的时候 什么三支箭又三支箭的 就是万箭启发一直在设 那不管了 但是真的能讲说 他们是不会打房吗 或者是说都不懂吗 常常我在这点上 我的看法就会不一样 我会觉得是不是 他们懂 但是他们预判了你的预判 他其实是懂这样打 大家也知道 这样子打了以后 房价会下来 那房价真的下来 可能不一定是 他们要的结果 可能要的结果是 我感觉有打了 但是不能让房价 或是说房市伤害的太重 这样对我来讲不好 因为毕竟我们可能跟很多建设公司 也是不错的关系 也许啦 所以你就看看这一次 会不会又像平均地权条例一样了 譬如说我们的囤房税 之后要实施了 实施之前会不会雷声大 那实施之后余点小呢 会不会有一些 你看不到的后门 或是有一些小小的窗 那他可以去从中间做出一些 我这样子做也许就没有问题了 譬如说我现在变成是公益出租人 我拿出来出租 这个可能你不能算是完全的后门 因为它就是提供市场的需求 那但是是不是会还有其他的东西 最后在这个法令上限之前 你感觉这个东西是小小的bug的存在的话 那也许就可以证明说 这个打对于政府来讲 也许他不是不知道大家对于房价的抱怨 只是说他不能很草率的 我用草率啦 但是用引号 让房价突然的大幅下跌 那造成的问题可能更大 是不是我不能这么做 但我不能这样讲 因为我这样讲 也许很多选民就会抗议 因为他不一定能够理性的 因为对于可能我的立场 我现在过得不好 我现在买不起房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来 对不对 用选票输赢 那可能对于政府来讲 他顾的立场是 整个国家目前的一些状况 或是有一些财团 我也不能让他倒 因为他倒了 虽然说你看起来他赚很多钱 但我让他倒了以后 那是不是又掉了很多工作机会 造成失业人口 或是造成更多的经济问题 这也是我政府不想看到的 所以是不是他们也知道 但是伤透了脑筋 那只能做到这样子呢 这个不知道了 因为难免 就是我自己有的时候会这样想 如果说刚刚上述 前理事长提到的内容 如果说都去修正的话 是不是对于居住正义有帮助 有 但最大的问题现在是 我们的收入不够高 但是收入提高之后 也许又会拉高了人工成本 那房价是不是又有可能提高 变成是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其实讲到最后 如果说现在有三家公司 可以盖社会住宅了 对不对 三党自己去盖 对不对 那如果你盖的好的话 也许我就投你 不要全部都只丢给政府 那这样子的话 也许真的是 对于居住的市场 会有一些帮助 因为我知道 的确你三党去盖 也不可能整个台湾 整个面积的去覆盖 不可能 你只有少部分的地方可以做 还是有多数的地方 还是在自由市场的部分 但是你总是有个起头 也许会比较好一点点 OK 好来 那我们今天就 因为刚选完 对不对 基本上都是政治的议题 政治我们不太懂 只能说针对房地产 我们的看到现在 新政府即将 已经选完了 对不对 在5月要上任 在这个过程中 现在大家有一些 不管是猜想 或是预测 或是看到的一些问题 我们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OK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法航老奇 拜